而这次大地震来自各界的善款 除了花莲在地企业社团捐赠之外 连台南的企业也来到花莲捐款了 这是台南的小南便当董事长 林董事长他特别搭着火车 一大早从台南来到了花莲市 捐赠55万元给花莲市公所的尺爱基金专户 期盼可以帮助更多需要被帮助的民众 台南小南便当董事长林金秀 一大早搭着第一班火车从台南来到了花莲 在前市长魏牧春还有世界华人工商妇女企业协会 花莲分会长颜莉莉陪同之下来到了花莲市公所 亲自把各个企业和友人募集的善款 捐赠给花莲市赤埃基金 我当然有看到新闻报导 还有这个市长打个电话说 你可不可以过来一下 可以啊可以啊 所以我说能做得到这样 我也感到很开心能做一个小小的心意 能带动大家希望大家都能手牵手 一起来为花莲人加油这样子 市长魏家燕亲自颁发感谢壮 感谢我们小南便当的林董事长 特地从台南从一大早坐火车南回到花莲来捐赠我们赤埃基金 那我想我们会利用这笔善款对于我们的中低收 会有一个实质的一个帮助 那再次感谢我们今天所有捐赠我们赤埃基金的所有的善心人士 再次的感谢 魏家燕感谢来自各间的善心民众和企业团体为花莲益注关爱 他强调花莲施工所会坚守公信力 把每一份善款妥善运用 让社会各个角落都可以感到更加的温暖 这里会幻视报道